麻煩,麻煩 那張照片可不可以加點頭髮 現在很流行修圖 修圖是漂亮一點的 好,感謝主 九月就收點頭髮 九月我也能生出來 好,很感恩 有沒有看到今晚有什麼不同? 又不同,是不是? 原來大家都充滿著朝氣 充滿著這種活潑 我覺得來到上帝的面前 每天都有新的希望 你覺得是不是? 連政府都可以改 還有什麼改不了? 我相信我的上帝 在歷史中永遠是行神職的上帝 Amen 在你們教會的歷史 上帝是否仍然行神職? 是,非常相信 看到你們各個都有不同 其實這個地方你們都坐得挺悶的 其實要坐大一點的地方 對不對? 我們都相信上帝使用你們的教會 讓你們這裡坐到它爆 坐到它滿,好嗎? 有更多人能夠經歷上帝的恩典 是,這就是主 榮耀歸給上帝 今天我們回到上帝的話語 講一個特別的主題 扶心人 我愛你 小時候有沒有看過 看過出戲叫 扶心的人 聽說是燈蘭花 陽群 你是什麼年代的? 哎呀,很久了 我那時候只有四、五歲而已 我跟媽媽去 媽媽看到出戲 拿手跟著哭 我看到媽媽哭 我跟著哭 其實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們小時候哪知道 什麼叫扶心的人 我到大了 你可不可以明白 原來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很多扶心的人 誰 這個姊妹 你是不是受到很多傷害呢? 一看你 那路當然是很坎坷 即是有很多 不怕 其實你先不要說別人 我們今天看一看 其實扶心人 真的會令人傷心 麻煩你下去吧 我看到網上有這樣的說話 就抄給大家 也不知道對不對 她說過 女人婚後 希望有安定 男人婚後 希望有安靜 你覺得對不對 對嗎? 對嗎? 也挺對的 我覺得 那些女人結婚 千萬不要那麼多聲氣 不是男人很辛苦 接著有人說過 別人的另一半好像藝術品 自己的另一半好像日用品 其實也對嗎? 也挺有道理的 娶老婆 初初就好像藝術品 過了沒多久好像洗衣機 最多會動一下洗衣機 接著有人說 情人的時候 往往客氣多 夫妻的時候 往往火氣多 對不對? 為什麼你們這麼傷害 不是這樣的? 接著再下去 她說 婚前 男人經常找女人討論 婚後 男人即是說給女人聽 結倫 對不對? 不要說那麼多 老公說什麼就說什麼 討什麼倫 結了婚後 都上了安樂 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 都挺認實的 挺對的 其實看下去 還有些笑話 老婆就問老公 老公 我這個頭髮會不會很醜 老公就說 不會 你的醜跟頭髮無關 其實 無論你的頭髮 怎樣都會這麼醜 這些男人真是壞 一娶了老婆 一上岸 就什麼鬼都不理 想當年追我的時候 又說什麼 海膚石蘭 愛愛一世 接著結了婚 很多個炭飾 婚姻有時候真的這麼難嗎 有時候想一想 未結婚的時候 理想永遠好美好 但到現實中 都是別人的老婆好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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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 提望到自己的老婆 未結婚前 一朵花 結完婚就變成爛茶叉 你怎麼這麼熟 接著 望自己的老公更壞 未結婚前 白馬王子 誰知道結婚後 變成一匹牛屎 怎麼這麼現實呢? 對嗎? 到這個時候 我就問了 其實人世間 還有沒有從一而中的愛 寂愛 還是你一個 一生一世都不變呢? 你覺得會不會 有嗎? 唉 竟然姐妹都沒有那麼傷害了 剛才我打算你們很傷害 原來還有人世間 從一而中的愛 今天就跟大家看一看 雅歌書 雅歌 在聖經裡面 Song of Songs 大家都知道 猶太人有一個傳統 未到三十歲 不可以讀雅歌書 知道嗎? 猶太人對這本書 很有看法的 就等於我們今天 十八 一個圓圈 那個是為什麼? 未超過十八歲 請你不要來這裡看 今天這裡 有沒有人未超過十八歲? 有沒有? 如果未超過十八歲 請爸爸媽媽陪同觀賞 因為雅歌書 為什麼要給人家 有更多更多更多 更多更多那種的想法呢? 原來有很多人 初初信耶穌 一看雅歌書的時候 就走來跟牧師說 牧師 為什麼這本書這麼色的? 講一些話 是不是跳過來彈過去的? 然後你又熟我 我又熟他 很多人 就因為這本書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然後有不同的解經家 有不同的進奴 中文叫進奴 英文叫approach 原來解釋這本聖經 不能亂解的 有些人就說 這本書不是這麼色的 他在說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間的愛情 你贊不贊成啊? 贊不贊成啊? 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間的愛情 你原來沒有那麼色情 是在說那麼熟靈的東西 贊不贊成啊? 贊不贊成啊? 你牧師不贊成 看得出他 都是有點色情色的 對吧? 哪裡是這麼熟靈呢? 好心你不要經常把阿哥書這麼熟靈 所以有些人就另外一個極端的 不要說這麼熟靈的東西 阿哥在說男歡女愛 男的愛過來 女的愛過去 愛到天分地暗 這就是男和女的感情 你贊不贊成啊? 你贊不贊成啊? 照字面解就好了 有些人不敢出聲的 但是沒有理由 把本那麼色情的男歡女愛 擺在聖經的 有些人的心有在掙扎 熟靈嘛 對不對? 對嗎? 有些人說 哎呀你們不要了 中間看吧 中間看吧 其實都有這樣的說法 我的看法 我就不狹窄的 我覺得兩樣東西都有的 原來你可以把它成為 上帝和以色列的愛情 因為聖經其他的經卷 有沒有用夫妻之間的感情 是來形容上帝和人之間的愛情? 有的 但是同樣 我們也不用說 那麼熟靈化 那麼熟靈化 不是啦 男歡女愛 批射 批射 不要說 其實男歡女愛 都是正正常常的 對不對? 所以我的歌書 就留下很多空間 這個才精彩 而我的看法 就好像我們跳 激凌舞 看過激凌戲嗎? 看過激凌戲嗎? 你唱過來 我唱過去 你跳過來 我跳過去 其實你回去看艾歌書 不是我說的 你就看到印度戲的這種情形了 如果你加進去 如果你懂得編音樂 又跳出 艾歌書就是這麼精彩 所以你不要太限制聖經的話語 我覺得在聖經 第一 不要熟靈化 第二 不要色情化 凡事中間都有一個這樣的看法 因為聖經 都有講過原來 上帝和人之間的愛情 是用夫妻來代表 所以我覺得 也不會說是不好 那我今天就讀 艾歌書八章 就六到七 就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是講上帝和人的 還是兩夫妻的呢? 其實你的答案當然 都可以的 是吧? 第六集都要講 它說 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 如印記 戴在你的臂上 如戳記 懂嗎? 戳 不是戳啊 戳 戳 要嗎? 廣東話都 戳記 因為愛情如死之堅強 也好都 極恨如陰間之殘忍 所發的電光是火焰的電光 是耶和華的烈焰 愛情重水不能熄滅 大水也不能淹沒 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 要換愛情 就全被藐視 聽到這個經文 浮不浮緊啊? 安爹浮緊喔 有水的 愛情 大水不能熄滅 大火不能淹沒 你說多浮緊呢? 為什麼呢? 其實聖經就是這麼特別的一本書 特別是在於它可以有很多空間 讓我們去解釋 今天我就不解釋南歡內外了 這件事就交給文牧師解釋好了 我就解釋上帝和人之間的愛情 這裏呢 你形容一件事 借著雅哥 比喻神和人之間的關係 但如果從這樣看 你會發覺到 上帝似乎每天都在失戀 你不要想著 符心的人是那些壞男人 今天我想跟你說 你知道符心的人是誰嗎? 用鏡一照就有答案了 用鏡一照就有答案了 麥加賢喔 什麼人啊? 是嗎? 你這麼花心的嗎? 說下去你就知道我們花不花心 原來在聖經裏 有形容上帝和我們的愛 是好像夫妻的 但當然不在雅哥書 我就借一借很多個書 包括耶利米書 耶利米書 二章二字 Jeremiah chapter 2 verse 2 他就想說什麼呢? 他說你去向耶路撒冷的 義中喊叫說 耶和說如此說 你有年的恩愛 婚姻的愛情 你怎樣在曠野 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 我都記得 我留意和合本翻譯到很斯文的 斯文 但是其實這幾句話 用今天現代話說出來 是很欲謹的 原來對著這幫以色列人 你知道這幫以色列人 曾經在哪裡 上帝救他們出來 在哪裡? 在埃及救他們出來 救了他們出來 上帝形容什麼呢? 你們這幫耶路撒冷人 你記不記得年輕的時候 什麼叫有年的恩愛? 就是你年輕的時候 我對你的初戀 師大 初戀是否最難忘的? 就是初戀 然後婚姻的愛情 又要翻譯到是 是甜蜜 蜜月的甜蜜 然後你怎樣在曠野 你知道他們走曠野路 那時候你們衣衫不整 一件漂亮的衣服都沒有 但是耶和和上帝 竟然在曠野那裡 你什麼街什麼街都茅的時候 人都未耕種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一無所有 然後我就愛上了你 然後上帝講這幾句的話 我都記得 你這樣看 聽來沒有特別 我都記得 其實今天 你按一按個鋼琴聲 你就明白了 叮叮叮叮叮叮叮 哗哐不了 哗哐不了 叫婆婆你認識的 你那個年代 其實這首歌很有力 这几句话是说一种不了情 你记不记得你年轻的时候 你是我的初恋 你记不记得我们结婚 你们的甜蜜 你在旷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三户又没有 耕种之地 蜜鸡都茅的时候 我就娶了你 在那个时候 我和你山盟海誓 我和你花前月下 懂得听这些中文吗 文牧师不懂的 就是说在花上 I love you forever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说这些东西 说几多东西 上帝说 我都记得 我没有忘记 你信不信到 你记不记得 你们初初信耶稣来教会的时候 记不记得 既爱耶稣 对不对 接着读书的时候 我最记得信耶稣 捧着书包去教会 结果被妈妈撩 这么常去教会 搬去教会住 那时候什么教会 什么聚会都参加 因为这个是起初的爱情 初恋永远难忘 Aunty 你记不记得 五十年前的牛哥 经常踩着脚车 你的窗口在走过 那天他婆婆跟我说 我好选不选 他八十岁 选到这个臭佬 我说你自己不懂 戴眼色人吗 他说有啊 那时候有一个牛哥 成人在那个窗口走着 不过这人就密口留恋 怕丑到死 都不敢开声的 难道要我说 我在这里啊 这样吗 我说 阿婆 你就不对了 那个年代 我们男人都很怕丑的 我说你没有扔手跟仔下去啊 你整条手跟仔扔过 哎呀我的手跟啊 在那里啊 那么扔上来 就有机会聊天啊 是不是 但是呢 八十岁 去说回以前的事 他永远记得 那个男人 常常坐着脚车 在那个窗口走过的 伯母 有没有 啊牛哥啊 是不是 接着 阿弟兄有没有 对面的女孩 近过来 是不是 近过来 你看到 这些这么开心 这么温馨的初戀 我哪里可以忘记呢 我早早的时候 在抗疫遇到你 我怎样将你执到靓靓 你没有衣服穿 拿一件衣服给你穿 你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给你 谁不知 到你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竟然跟 你们说的 不可以说这么粗鲁的东西 跟男人走 跟老走 这个就是 耶利米书的感的表达 原来初戀的钟征 物如的爱情 我永远都没有忘记 但是呢 你给我 戴 六 武 你知不知道 这种这样的关系 不是 那个的爸爸 仔 对爸爸不孝 更加不是 那些仆人 对主人不忠 而这种的关系就是 真的 入厨房 拿刀斩人 戴绿帽 戴绿帽 城顶的绿帽 都给了上帝戴 然后你说 我不要在厨房 拿刀斩人 是吧 但是 这本圣经 最令人 心好说的 就是上帝坐着那里 我还是等着你 回来 就算戴着绿帽 扶心人 我都还是爱你 这下 才是城本圣经 最特别的地方 所以现在你知道 谁是扶心人吗 谁啊 是呀 阴谎很明显 是吧 又说爱耶稣 爱耶稣 爱到一半 你就啥啥啥 是吧 又说跟从上帝 跟从上帝 然后外面有点钱 然后又不认识上帝 我们经常都三心两意 接着一落到河西亚 还出名 讲到这种夫妻的感情 河西亚书 一章二折 耶和华初次 跟河西亚说话 他对他说什么 你娶个任妇为妻 也都要收买 他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个地 大大大大 行淫乱 你欺耶和华 我觉得河西亚 是一个很悲惨的悲剧先知 原来上帝竟然叫他什么 你去娶个淫妇回来 Oh my God 如果今天他跟我说 苏醒君 娶个淫妇回来 Oh my God 我娶淫妇回来 用得不好听 叫我整个淫妇回来 上帝不是那么差的 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 有些不解 不解就是什么 上帝 为什么你要逼先知取淫妇的呢 为什么你要逼 有些苏牧师去找一个这样的人回来呢 不会的 原来我跟你说有背景的 原来这帮以色列人 每个人都走去拜巴力 拜偶像 那里说上帝对他好 谁知道来到英许之地 全部走去拜巴力 那你知不知道拜巴力是主师什么 巴力的神灵 是主师生殖的 知不知道什么生殖 原来牛仔 羊色生羊仔 牛色生牛仔 大地要生出五谷 因为他们相信巴力在那里控制 但要怎样令巴力 祝福你们大地 生得更多的牛仔羊仔 原来他们相信巴力需要刺激 原来就在他们面前 我演一些春宫戏 听不听得明白 听不听得明白 你怎么那么明白 你听得明白 原来当时很多个女孩 就要献去自己的身体 成为妙忌 知不知道妙忌 妙忌是斯敏的说法 知不知道 我不敢说那个字 因为怕你牧师骂我 妙忌 你就明白 你就明白 原来他们自愿奉献给巴力 他们觉得这是我们人生 最荣耀的一件事 所以我跟你说 不是现在才剃鸡派拜神 以前也是用鸡拜神 不过鸡不同 你发觉到那些淫乱的事 就在庙里发生了 知不知道 你以为人人个个真的去拜神吗 原来搞到那个神庙里 狐狸淡 而那些女孩 每个献给巴力 作为一种什么 一种的荣耀 换句话说 在当时想找一个冰清玉洁 干干净净的女人 找到吗 恐龙 入博物馆 还有处女 处女被人笑的了 捐给 献给巴力的最好 所以这个取淫妇有些背景 就是说 他找一个已经献给巴力 不是上帝的心意 是这么坏的 租责这个仙智 其实仙智的一生 就是要用来讲述耶和华的爱 耶和华跟你说 你去取淫妇为妻 还藏在淫乱所生的儿女 如果今天跟我说 你取淫妇为妻 然后将他那些儿子女 全部拿回来 买一送几 买一送几 我会跟上帝争拗过 有没有搞错 弄多几件东西 你知不知道 你爱就说爱 爱到也有理性 你不可以这么盲目 你还帮别人生卖仔 还要帮别人养卖仔 这些东西 是上帝才能做到的 你知不知道 其实河西亚就很惨 真的一取回来 那个淫妇帮他生了三个 第一个是他喜欢的 第二个是他不喜欢的 第三个是他更惨 不是他的种 河西亚看着 接着上帝说 你这个淫妇 迟早一天会离开你 你叫这个淫妇离开我 其实我不知道 河西亚会不会 劲鸡玩神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离开我 但是他离开我做什么 他不忠于失 他会回到他的街上 去到他那里重操故业 成为鸡中之霸 哈 跟着又怎么样 然后河西亚 麻烦你拿着赎金去 再赎他回来 还要我拿钱去赎他回来 是 跟着赎完又怎么样 赎完之后 重新再爱他 让我重新去爱鸡中之霸 跟着又怎么样 跟着将你的感受 告诉以色人听 我耶和和上帝 天天在等你 就是鸡中之霸 但是为什么你到今天 都不懂得回转 河西亚最令人心说 就是那个 上帝说 我怎么可以抛弃你 我怎么可以离开你 即使你被我戴绿帽 我仍然天天都在等你 那一刻才是上帝的爱 所以你知道吗 新约有个狼子回头 旧约有个狼女 在等你回头 这个就是上帝 在历史中对人的爱 父心人 我爱你 原来上帝爱得我们 到今天 就永远都没有变过 你看到这样的时候 你就想一下 这个上帝真的这么特别 原来河西亚三章一节 耶和华对我说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这就是他情人所爱的 好像以色列人 虽然偏向别臣 喜爱葡萄饼 耶和华 还是爱他们 这里想说什么 这个淫妇 虽然 三心两意 常常煞煞滚 常常走去 明天有苏时 明天有Lulu 一个走去 一个Tony 明天有Alan 但是上帝说 我仍然是等着你 仍然是爱你 河西亚最精彩的地方 是用广东话说才会明白 对不对 不过就没什么传神 很传神 但是很难上天堂 不要说太多 因为你表现到 那个心里面的挣扎 我仍然是爱你 你看到河西亚 说明了一件事 虽然情变 是应该拿一把刀来 我斩瓜你 对不对 这些中文你没有考试的时候 不能写的 你没有去学校的时候 我赚关联 我赚关联是不对的 你讲东话才明白的 我斩瓜你 但是河西亚的角色扮演 这个先知的一生 先知的一生就是信息 收不收到 拿了他的家庭 他和他的老婆那种的关系 成为了对以色列人的一种的信息 所以我们做牧师一样的 我们的一生就是信息 我们的家庭也是信息 但当然感谢主 我们幸好不是河西亚 这样就多做几件来就吓死人 但是感恩的时候 却表现了上帝从一而中的爱 有没有留意到 上帝说爱你 他就爱你到底 他爱我 他就永远都不变 所以这个爱 就在阿哥书我们看得到 很清楚了 原来神同样对我们一个要求 要求就是 你可以全心全意爱我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答很容易而已 你爱不爱上帝 你爱不爱上帝 我去到这间教会 百分之百 必是你的答案 爱 你懂不懂爱上帝 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 我问我那些 这样的介绍中心的儿子 我说 你爱不爱上帝 爱 那如果你那么爱他 上帝化为人形 住在你的中间 跟你一起住 其实你最爱的人 跟你一起住 应该很开心的 对不对 我想想想 你们两宫婆吵架 他有看着你们的 你看着 Facebook 在看着你 在看什么 然后在厕所 他也在看着你 然后你洗凉 他在身边 你好吗 然后一路跟你一起生活 你这么爱的人 一路黏着你 好吗 好吗 我的儿子 看一看 可不可以送他去老人院 原来他们的答案 百分之百 爱 但是你懂不懂爱 住我中间 不要爱 原来我们 个个都懂得答爱 但是我们真正 晓不晓得 是从一而终 这个世间上 还可不可以 专注去爱上帝 我们还可不可以 全心全意去爱他 你觉得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原来 阿哥书就说了 什么叫全心全意 没那么快 阿哥书就说了 什么叫全心全意的爱 如果你全心全意 爱一个人 第一 将我放在心上 带我在鼻上 请来个等姐妹 肉紧 如果你真是爱我的话 将我放在哪里 心上 然后将我带在鼻上 其实有很多 很多的解释 有着机 可能就是打一个印 在她的手上 今天 你打开一个荷包 其实有很多女生 的荷包 很喜欢放一张照 对不对 那张照片是谁 谁 当然是你最爱 耶稣 你不是 你不是吧 那张照片 当然是你自己最爱的人 打开的话 要看到你放着你老婆张照 你老公张照 证明那个就是你自爱 很正常的嘛 大在心上 放在鼻上 你没有理由 放在罗斯玛的照片 对不对 所以你发觉到 原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原来当我们 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贴近 你的心意 你会拥抱 他的使命 你爱一个人 其实他喜欢什么 你会很聪明的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们的一个 知道上帝喜欢什么 你知不知道 旧约一个先知 他叫做若拿 若拿 做什么都不聪明 最聪明就是 穿草走老 上帝叫他 你去那里 尼尼尾城 帮我传福音 上帝叫他去东 他走去西 有没有听过 亚崩叫狗 越叫就越走 听过广东话这句话 有是不是 原来亚崩的意思 有些人生下来 吐唇 知不知道 嘴巴崩了 我们叫狗是 谁知道他崩了嘴 结果狗不是你 是走的 所以上帝叫若拿 我叫你去东 你就去西 但是若拿 你不要经常想着 他是一个很差的人 我看完若拿书 你们经常觉得若拿 是逃避责任 你们觉得他是暗春 不是的 其实若拿 很有勇气的 原来他走的原因 就是他不甘愿 向利利美城传福音 走到很远的时候 因为世仇 这帮人欺骗我们 以前欺骗我们 就好像以前的中国人 你叫他向日本人传福音 欺骗我们的 南京大屠杀 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呢 对不对 怎么知道走到一半的时候 你想着他害怕 但是大风大浪的时候 每个人说大风大浪 每个人都在这儿骑肚 你知道若拿走出来 那些暗春是不害怕死的 你把他扔下海 风浪就会静的了 结果 扔掉他下海 是不是 风浪静了 然后去到岸边 大雨吞了他下海 记不记得 谁不知死死戚戚 他喘 去到利利美城 也不是那些责男 不是那些软脚蟹 走了几日三日路程 性安利利美城的人 由那只狗都悔改认罪 他犀不犀利 敦恬意 开心不开心 他坐着山那里 看着利利美城 我死掉 我可以想象 他的头有点像我 不是他日头那么晒的时候 他越来越烦 因为晒得他头很烦 我死掉 现在你厉害了 和上帝吵架 现在不用死了 救了他们 悔改 他们 你喜欢他们 爱他们 一直在那里发生 上帝说 你发生有没有道理 有 我不喜欢他们 就是这样 我挺喜欢这样的个性 不喜欢就说不喜欢 谁不知上帝 拿着这些实物教材 记不记得 一棵碑马树 碑马树生了出来 因为太阳晒到日头 晒到那些头 晒了 你没有头发你就明白了 你现在不明白了 对吧 然后整棵树 遮住头 他爽得不得了 谁不知上帝又整条虫 咬咬咬 咬了 咬了 那些树叶 然后又晒了 我死了 又吵了 上帝说 这棵碑马树 一夜生长 一夜枯干 你都懂得珍惜 更何况 你来未成 还有十二万的小朋友 左手都未识分 我岂不顾悉 明白吗 如果你爱上帝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使命 贴近他的心意 明白他想我们做些什么 其实很简单 放在心上 大在悲伤 你知道上帝想我们做什么 教会已经开始了 一个这么漂亮的硬体 一个这么漂亮的硬体 但是怨体还要一个硬体 知道吗 如果一个手机里面 没有怨体的话 那就得个硬体 那就得个体子 但是今天 你可不可以将它放在心上呢 咬一咬 接着大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呢 你发觉到爱情 还有很有趣 质恨如同烈焰 一说到这里 原来你知道什么叫做 jealousy吗 你知道什么叫做妒忌吗 男同女之间妒忌上来 厉不厉害的 厉不厉害的 可不可以拿刀斩人的 可不可以 弄一些有毒的剑丝 毒死它 可不可以 拿些油淋它 妒忌上来 可不可以拿剪刀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拿剪刀的 就去掉了 原来你发觉 妒忌上来的时候 什么事都发生 但你又不要 解这个经文 解到这么negative 这么消极 其实这个质恨 人在原文那里 就是说我们的火 对一个人的专一 好像火烧得这么厉害 很热切 很热烈的 你听过那首歌吗 我的热情 好像一把火 你唱卡拉OK的 看来就知道 一唱你就知道 原来那种热情 那种不是消极 原来我们对爱情 一真是我一个人 你会全情投入 全情为他焚烧 但今天 你没有发觉到 你越来越没有感觉了 如果你在教会 越来越没有感觉 你就已经是 没有了那种的 jealous 那种的passion 没有了那种烈焰 在那里了 告诉你 情人节里面 最喜欢收到的是什么 玫瑰 但是如果 你的男朋友 跟你说 对不起 今次情人节 给你一些惊喜 我已经有了别人 那怎么样 那种心是多伤 亲爱的兄姐妹 有时候 我们对上帝 都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想着 我们爱上帝 但是你知道吗 你的whatsapp 微信 那么多人都 都没加过他 你的facebook 是不是 经常都用几个小时 上帝都没有在里面出现过 你收不收到 我不知道 什么是你的第三者 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第三者 事实呢 我都觉得 这个世代 真的很需要 去抗衡一下 手机是否成为了 我们的第三者 跟上帝之间 接着我们看 那些资讯 是否成为大三者 有时去想一下 原来我们爱这些 爱到比上帝更多 你没有带圣经来 好地地的 一不记得 带手机 整个跳上来 对不对 没有带圣经来 有的 这里有的 手机有 一不带手机 多紧张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请回到圣经 每个人拿起手机来回 其实我在想 究竟是搞手机 还是回到圣经 这个也是我们 做牧师的挣扎 有人叫我 拿一个iPad来讲道 我最怕就是讲一半 不好意思 我圣经没有电 我又很害怕 好没有安全感 这些东西里面 我们想一下 其实 什么叫做 质恨与烈言 如果你真的是 专一 你是 一心一意 那个才叫做 真爱 上帝问你 爱我 你爱不爱我 你爱我 爱不爱 你记得一个少年的官 很有钱的 你问耶稣 耶稣 我要怎样做 才可以得到永生 用今天的话 就是说 大师 我要怎样做 才可以功德无良 用今天的话 你明白 耶稣就说 哪里有良善 其实耶稣不是说 自己有良善 其实今天 不要常常靠良善 信耶稣不是靠 你做什么特别的事 你反而是要怎样 然后少年官就说 律法的东西我都懂得了 我没有做这东西 我立即数出来 我淫恨与烈 淫奸淫 淫贪 淫什么 多厉害 其实这样好不好 如果用今天一个男人 淫奸淫 淫贪心 淫偷盗 好不好 当然好 立即入教会 立即选去做执事 不用说了 但是耶稣就说 这些东西你做完 其实你是好的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 还没做 什么东西 还没做 什么东西 还没做 把这些钱财 全部来捐给穷人 其实你们一听到这个很害怕 特别有米的人 一听到还很害怕 看看 谁害怕 一害怕就知道你有米 大把米 其实这个不是叫你 全部的钱财 全部拿来耶稣的面前 都未必代表你爱耶稣 知道吗 耶稣说一样东西 一样东西 爱我 跟从我 接着爱我 跟从我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 原来今天 我们 仍然有我们的额族 说爱耶稣 说爱耶稣 但是我们原来 还有很多东西保留 你可以不可以 全心全意爱他 你爱不爱耶稣 没人答过了 害怕了 爱不爱耶稣 爱 不过如果下雨的时候 我也是不爱你教会 你爱不爱耶稣 看看失不失车 不失车就爱多一点 原来我们经常都说爱 但是很多东西 都是有条件性的 接着爱不爱耶稣 看看教会的service好不好 招待员厉死了 不要来了 那又是很多理由的 原来爱永远都是 专心 从一而终 是没有其他的东西 摄在我们的中间 没有其他的东西 难种 我们跟上帝的爱 接着大三 真爱是什么 全心爱他 原来这里说 大水荡不了 是吗 是钱买不了的 如果今天 我跟上帝之间的感情 可以有个LV bag 就可以放下它 Hermes 放下它 是不是真爱 对不起 如果你打算 可以拿钱来换 可以拿 那些压力 一来 我们立刻放手 这个永远都不是真爱 You can't buy me love You know 你不可以拿钱来买爱 这句话 讲得好像很高档 其实是 因为没有钱 我们经常都说 还有没有这些 真爱呢 原来当有真爱来 你会觉得 爱那种力量 永远没有 可以难了 即使压力越大 我越爱得你 更深 今天有压力来 爱不爱耶稣 今天面对难了 爱不爱耶稣 面对着教会 慢慢要从头来过 然后又经常都要囚钱 说买这一样 买那一样 你还爱不爱他 你会觉得压力越来 压力越大 越懂得爱 那个才是真爱 知不知道 罗密 欧与之丽业 在贵老那里 一个叫Romeo Julian 记不记得 两个爱到 爱生爱死 谁知双方的父母 不让他们结合 结果我们两个殉情 知不知道 饮毒药而去 你如果不让他们结合 不如就齐齐死 原来西方 有罗密欧与之丽业 知不知道东方 有梁山伯与竹英台 知不知道 不是药材名 是两个 梁山伯与竹英台 就是一个男的 然后以前女孩子 不可以去读书 她就扮女扮男装 去读书 然后就做同学 做了四三年 不过我觉得 梁山伯这个男人 真的有点累累的 有什么理由 三年都不知道 她是女人 所以就不清楚 像个水牛 常常暗示 暗示 我是女人 但是她还以为她是男人 直到三年之后 毕业了 一直回家 你们看过那些戏 一直唱歌 一直暗示 怎么知道 那个男人 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又跟她说 我家里有个妹妹 你记得快快 你订亲 你提亲 知道吗 谁不知 那只大水牛 什么都不明白 结果 竹英台回到去 等一等一等一 谁不知 她大妈就将她 许配了给谁 马文才 圣经也没那么熟 许配了给马文才 原来太迟了 当梁三伯提亲 上门提亲的时候 谁知道 周英台恢复了女装 你都知道那些戏 一走出来 原来你是美女 不过你太迟了 我爸已经将我许配嘴 给马文才 姓马 现在马很出名 然后你知道梁三伯如何 立即 走回去 我又觉得 这个时代 真的不敢 如果我 走老了 私奔 不是 梁三伯走回去 怎么办 呕 呕 呕 吐血 死归了 接着竹英台说 你不要这样 为什么你死了 接着他说 我出嫁那一天 可不可以走过去 睡墓那里 在睡墓那里 探一探他 见不见那出气 接着一看到 墓墓的时候 狂风大咤 沐沐沐 墓一打开 然后捉银台 ä噢 阿尼啦 这是模仃塔的 你这样的 那个笋 接着人一抓 抓到起衣角 然后然后放手 变成了一对蝴蝶 Botterfly story 多感动 爱情就是这样的 小小压力 捐不到钱 奉献不到 就不爱耶稣 对不对 没有东西可以拦阻 还有一个新版 有没有听过 两个老虎仔 很相爱 老虎仔公和老虎仔那相爱 谁知道 爸爸妈妈是世仇 不让他们在一起 把老虎公困住 老虎那困住 你知道老虎公说什么 如果我娶不到这个老虎那 我宁愿这一世人 眼睛看不到 我自怼双眼 怼盲他 跟着老虎仔仔 哭哭哭哭 如果我嫁不到 给这个老虎公 我们宁愿一世听不到 蒙着自己的耳朵 你知道爱情那种能力 令到他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再自怼双眼 不要弄盲自己 弄弄自己 我给你们结合了 你一见面的时候 有盲眼头的 一抱着 我足之等到你 不过我眼睛看不到你 我足之等到你 不过我听不到你 你知道吗 但是他们这样的相爱 从他又开始 每天在山上山坡 当夕阳西走 我这么想想 思阳思下 跟着 满风徐徐吹来 他们两个抱着一起 唱一首情歌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直没有眼睛 一直没有耳朵 笑什么 这首歌就是这样来的 哪里有歌 没有理由老虎 没有眼 没有耳朵 就是这样 就出现这首歌 爱情的力量 就是这样 一直没有眼睛 一直没有耳朵 然后大家 真奇怪 从今以后 他们就过着快乐的生活 这个就是说爱情 不要笑 我想了多久 我告诉你们听一样东西 谢谢 保罗所说的 唯有基督的爱击离我 知不知道基督的爱 保罗所说 因为基督的爱迫着你 我可以为主癫狂 知不知道 因为耶稣的爱激离了我 我为主瘦 这样的意思 知不知道 我为主傻 我都可以 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 真爱是要傻傻地的 你什么都算过 就不叫真爱 你问过牧师 你看看 这么多年来 什么都变了 都还是爱的 对不对 你看看以前多瘦 知不知道 但是现在电视机都挡住 照纳 这个就是真爱 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真爱 所以来到最后 真爱 没玩完的 你记得 今天我们的呼召 上帝呼召 我们重新在爱 但是重新在爱 你一定在人生里面有呼召 你记得 在新约有一个人 就是彼得 他说 我和你一起死 记得吗 和耶稣说 耶稣说 你三次不认我 谁不知 耶稣一捉了之后 那些人说 彼得 你和耶稣 是同一伙的 你买堆的 你买堆的 我不认识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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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遇到第二次 明明见到你和耶稣一同 我不认识耶稣 然后第三次 你是不是和耶稣一同 你很面善 我发誓 我不认识耶稣 一说完之后 多惨 耶稣远远地望一望他 我常觉得眼神很重要 亲爱的姐妹 下次印做错 不要拿个口 拿个眼 看他就可以了 信不信得 下次你老公 你老公 你买了 不要整天 你买老公 不要看着他 然后看着他 有点眼水 看着他 一看着他 避得走出去 哭得不得了 其实我觉得 一个人 最自卑 最内疚 就是做错事 其实 我这一生人 有什么这么厉害 做错事 在上帝面前 我永远抬不起头 我在那些门徒 在我这个师兄弟 面前 我永远都抬不起头 谁不知 在那个以色列地 那个海边 那天我去以色列 跟你们牧师一起 就是看到 比特跪着那里 记不记得 接着耶稣 拿一块布给他 原来那里是 比特仇职礼 什么叫仇职礼 This is an order 我给你职份 耶稣问了他三个问题 记不记得 比特 你听我没有 我负责你 不是在说粗口 你叫咖啡 我负责你 接着耶稣问 你负责我 你知道我负责你 想不想到这几种东西 如果你知道希列文 耶稣是这样问 耶稣问比特 你可不可以完全的爱我 全心爱我 我只好似朋友 爱你 譬如我就是朋友的爱 接着耶稣问多一次 你可不可以 全心全意爱我 我做到 好像朋友 我没有资格 全心全意爱你 接着耶稣 看一看 那你可不可以 好像朋友 那爱我 我都救了 接着比特 你知道我爱你 好 从今以后 记不记得 This is an order Yes sir 给两个照明他 第一 牧养我的羊 什么 行不行 第二 一生人跟从我 你可以错 我也可以做错 但是真爱 永远在错中 可以回回头 就是我们一生人 一定有呼召 做基督徒 一定有 calling 一定有使命 今天我怎么知道 你爱不可以耶稣 很简单 经常坐着教会 什么都不动 你说怎么爱都假 信不信到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position 有自己的位置 我不知道 今天上帝 要你做些什么 但这两样东西 去不了很远 第一 牧养 然后什么 行不行 原来我们做牧师 不是只是牧师牧养 你猜 什么都给牧师做的吗 今天你做得 一个教会 被人信主更久 你就要牧养新的弟兄 新的姐妹 你有这个责任 去关心别人 这叫牧养 知道吗 每个人都给牧师探访 你都可以探访 总之你想尽办法 让每个人在教会中 得到你的关心 得到你的照顾 就是牧养的 你不要常坐在那里 没有使命 爱上帝 全心爱他 你就看着那些羊 背背 第二 一心一意 全心的跟从他 信不信到 今天到一个结论 我们永远都常常 闷口会说爱 但是我们真正学会爱 没有呢 我们今天 整天都说 我知道什么叫爱 当很多人问基督徒 Do you know what is love 整本圣经都可以 你会解释 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爱过 我们人很差 教人家怎么爱 很扮拉 有些爸爸妈妈 你教孩子要这样教 你教孩子这样教 很厉害的 到自己教 想盖他两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原来教人家永远都很厉害 但是我们自己 从来没有爱过 好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 响的落 明的拔 知道什么叫响的落 明的拔吗 响的落 免得火 响的响的响 响的响 讲就天下无敌 做就有心无力 是吧 你发觉到 只是这样 没有好处 我们常常讲教会 讲识讲爱 但是到最后 到最后 我们的爱可能假假的 有时我们想证明爱 就是想证明自己 比人家聪明一点 证明自己 比人家聪明一点 其实这个不是爱 在教会久了 常常跟别人拗颈 就是我聪明过你 常常跟别人吵架 就是我有理由过你 这个哪里是真爱 真正的爱 永远不是证明自己 有多聪明 有多聪明的 爱上帝 Do you love me 你阿家便宜我吗 你阿家便宜我吗 就是你可以全心全意爱我吗 你做不到不要紧 你feel you 好像朋友那样爱我都可以 但是 This is an order 你的反应呢 没有配合的 Yes Sir 从今以后 他关心我身边的羊羊羊羊 不要只给牧师 从今以后 一生来跟从我 学习一生 怎样全心全意对我 亲爱的顶子妹 爱不是吹水 否则要远冻过水 爱不是只得过港字 如果你只是吹水 不如你帮我煲煲滚水 我仍然觉得你是叫爱 原来当我渴的时候 给我一杯水 都是叫爱 接着外出的时候 令我觉得很威衰 这个都是叫爱 好过只是说到吹水 吹到天花龙逢 所以亲爱的姊妹 爱她 望着她 你就知道 重新学习爱的功课 教会已经这么大间了 现在需要的就是使命 从耶稣的爱中 找回你的过令 好吗 今天讲到这里 好吗 多谢 唱首歌 过来 我们唱哪首 刚才 两只老虎 好衰 我都知道你说这些 其他不记得 就是记得两只老虎 我们就唱 刚才最后那首 戴帘领尖拜的那首 我们就请我们的敬拜团 唱刚才那首 最后对上那首就行了 那我们大家唱的时候 我今次要求不要用口唱 用心唱好不好 拜拜 拜拜